欣欲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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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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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岁假 我们都很喜欢你 这是我东北老乡啊 辽宁的是不是对我辽宁的 她刚上台的时候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比较激动的时候 就牵着洞北话 我一说快乐就控制不住了 你们会有要求吗 公司是很想让我说 好一点的普通话 两个字就不对 但是我真的有控制 像现在我就是已经尽量的 控制我的洞北话了 控制得非常好 我都没听出来的 今天我们第二组歌手的 整体的完成度是最高的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今天 满意吗 对于这首情歌来说 我还是相对满意一点点 但是如果要打分的话 我可能会给自己打80分这样 那你20分在哪 不让自己骄傲 没有 我不是一个骄傲的人 就是我以为自己会非常的静 而且我在站到升降台之前 我都很静 因为我特别清楚这首歌 想表达给我心中的谁 而且我有去回看以前我跟我爷爷的照片 想把我的情绪带进去 但是就我站上升降台上去的那一刻 我还是想了第一句要唱什么来着 紧张了 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多少年经历的歌手 或者说谁 登台之前都会紧张 但是就是要学会调节的方法 各位老师我其实是接触音乐特别晚 我以前其实是学体育的 也是被自己的先天条件所困住了 然后要去学音乐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迷惘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适合我 学音乐还是误打误撞其实是吧 真是误打误撞 说实话就是音乐的素养 并没有那么的高 所以我很珍惜跟每个老师就交谈的过程 然后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各位老师给我一些 就是我需要去补强的吧 今天看你跟刘欣彦的表演 我觉得其实从表演上来讲非常好 但是如果说要提建议的话 我会觉得你在舞台上还没有开始享受音乐 没有自如 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把你的那些东西 已经练到你的骨子里的时候 你在台上其实是不用什么都不用想的 你应该更享受你在舞台上的那种演唱 对 我可能就是现在更多在台上想 就是我要去想那个人 但是我没到一个 忘我那个招 就是根本没到 我其实有时候看画者余老师 有的人都说他很奇怪舞台风 但是人家就是在音乐里 现在心仪就是个二的游戏 他必须要变成三D 四D 五D生殖 就是要给自己添加很多种技能 创作这块想都不要想 是你必须要学的 而且是必须要把它做好的 因为未来像我们跟詹聊的 好的创作人会越来越少 没关系 我觉得你肯定OK的 肯定OK 是已经有很不错的基础了 是你今天出来这么自身老师 都是第一次听你唱歌 但大家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 你有一个很不错的表现 我是第二次 我是第二次 第一次在春晚 对 对那个表演影响很深刻 确实是 字幕上有他 确实是罗志祥 千禧和王家表演的时候 他们后面有几个人影晃动 对 那最后亮相姿势的时候都在那 对 我这很快乐 嘿 我这很快乐 很快乐 对 我有看你微博有一张 有一张你和罗志祥 还有王家尔你们仨的一个合影 当时他特别僵硬 你知道吗 对 就僵在那儿 然后我朋友问我 哎 你被绑架了吗 哈哈哈哈